我想說我上回提到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台灣不是 那引來這個我們蘇院長的這個批評 我仔細讀了一下 我雖然遭受一些批評 但是我心裡覺得我的底氣十足 我講的是正確的東西 當全世界的人都一再稱譽 台灣是防疫做的最好的國家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國務委員 講台灣不是國家 我覺得他不夠資格做國會議員 但我認為你有講話的自由 你作為台灣的國會議員 講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今天也不是要來跟你吵架 我要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 我們跟你們會有這樣認知上的差異 所以我希望給我們金門 把我們的位置提高到比照原住民 就像原住民的人他也不覺得他是 他是覺得他是原住民嘛對不對 台灣的人後來這些外來的嘛 給我們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地位 我認為金門的同胞 把我們金門做一個特別的地區 我對於當年金門的同胞 為了抗拒不要被中國佔領 這個沒有問題 非常敬佩 也很感謝 所以過去我都一直這樣的態度 沒想到 我們基本是反共的前線 這一點不用你告訴我 各位議員 卻講說 你今天 像中國方面 中國講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你那種講話 是為主流民意 所不能接受的 我因為不是來跟你吵架 我要再講清楚 我今天來講的 而且你領台灣人民 血漢錢 我領中華民國的血漢錢 講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我領中華民國的薪水 你聽懂了沒有 你領的是中華民國的薪水吧 院長我不是要在這裡吵架 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 我們第一次 你們要能理解 還有什麼中華民國 如果只有台灣也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有台灣 澎湖金門馬祖嘛 你忘記我們金門 我們金門就是很在乎這一點 在講台灣是防疫做得最好的國家的時候 他都包括金門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 這個就是憲法體制的問題 憲法體制 我已經說過一百遍一千遍的 憲法體制 如果我們不認同現在的憲法體制 我已經說過了 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擁有 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講 不過我再跟您說一次 民進黨現在是國會的多數黨 而且完全執政 你們覺得要怎麼樣符合現況實行 請你們勇敢的去做 不然我就一直認為你們在欺騙人民 你不要一直 金門的同胞當年遇血 不願意被中國併吞 我們今天要講金門的問題 請你讓我講的都是中國一方面的 齊院長你點點好嗎 你先讓我講完好 我今天是要講金門的事情 好嗎 不是要來跟你們講什麼中華民國台灣 因為我不是要講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都是要提我們金門的事情 我今天不是要 如果你想跟我辯論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到另外不要浪費我錢 我們到場外去 我願意跟你公開辯論好嗎 我今天要談我們金門的事情 我是以憲法在這裡 國會殿堂來答覆立法委員的質詢 但是你都一直在故意的要挑起這個 院長我今天就是要講金門的 我也要請交通部長上來 今天這個話題是你挑起來 不是我故意挑起來 你講減少差異性增加融合性 這個是我們同在一條船上 你講什麼差異性 我們同一國家一體 兩千三百萬人的共識 就是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主權的利益 維護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主權 這是我們驕傲的 所以我的問題就在這裡回去看 贊不贊成 強調融合性 減少差異性 讓台澎金馬成為真正的生命共同體 推動金門地區成為比照原住民 成為金門自治特別行政區 這個是我們 我覺得讓盡量讓台灣這邊 台灣的人民跟金門人民有不同的 那個交通部長 我要趕快再講一個交通部的事情 這個 台澎金馬是一體的 對抗中國的極權 對抗他的沒有民主自由 這個才是一體的 院長 我們不要一直在爭論這個東西 請你多多思考 理導人 多多思考理導人行政 不然我一直認為你是用 大台灣的本位主義在思考這個事情 那個部長 台灣是一個國家 都沒有人 你還沒有人 不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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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